Teddy和张瑞萱以及其他友人近日一同聚餐小酌 不料却意外遭到隔壁桌爆发冲突的客人波及 当时Teddy更喷血走出酒吧 张瑞萱见状也立即报警 后来她更相当愤怒地与引发事件的女性理论 随即对方突然跪在地上不断地跟她道歉 但仍无法平息张瑞萱的情绪 众人互相拉扯许久后 一直到警车与救护车到现场 才平息这场闹剧 对此张瑞萱的经纪人也表示 当天是工作完的聚会 也有工作人员一起 意外发生在要离场时 无端遭到隔壁桌波及 在不清楚当下的状况 有帮忙协助处理后续 瑞萱就是比较侠女性格 看到朋友受伤难免会比较激动一点